每次你认识 他们只能不能跌到新增 他们证明你错了 俄罗斯2月24日入侵乌克兰 至今进入第76天 乌克兰南部黑海城市奥德萨 当局证实该是再度遭遇飞弹攻击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周一前往奥德萨勘察师 刚好遇上俄军空袭 他因此被迫紧急避难 而他的意外避难体验 对许多乌克兰民众来说 早已成为市场生活的一部分 除了逃往其他国家 许多民众在家园被毁之后 只能不断迁往其他地区 联合国移民局指出 目前有800万人在乌克兰境内流离失所 尽管乌克兰军队收复基辅周边夺处地区 但遭到俄罗斯军队占领的南部赫尔松地区 以及马里坡地区 仅在俄国当局的掌控下 在9日发起民众手持气球 和俄国国旗庆祝 与二战击败纳粹德国的胜离日 马里坡的庆祝仪式是由盾内刺客 人民共和国领导人普希林主持 外界认为 俄国不但想在当地扶持了政权 企图重演克里尼亚 乌东两州的剧本 还把在俄罗斯侵略期间 被活着的乌克兰人 强迫他们离开家园 前送往俄罗斯 基辅当局声称 约有120万名乌克兰人被带往俄罗斯 并被流失在拘留营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B表示 乌克兰人被驱离自己的国家 这迹象再度显示 俄罗斯总统普丁 根本不会接受并尊重乌克兰的主权 现在他们不允许能保护这些体验 他们被迫在马里奥巴里 这巨大的牌 他们想保护或随着体验 在手机上 乌克兰人权监察官丹尼索瓦表示 俄国不但强行把乌克兰民众 带往俄罗斯 还把马里奥巴居民当成勤劫工 要他们打扫遭炸成废墟的剧院等地 更要他们亲手帮忙毁尸秘机 不让当地出现 惨召炸死的民众尸体 似乎是想避免之前在布查镇等地 虐待杀害辛勤当地平民 逐多事件曝光后 引发的国际激烈反弹 日前才通过换服行动 从俄罗斯回到乌克兰的25岁士兵 施罪资科 他在马里奥巴的战斗中受到重伤 4月遭到俄军服录 还被带往俄罗斯 原本俄罗还拒绝承认他的下落 但乌克兰当局查到他曾经待过的医院 才迫使俄罗把他搅出来 施罪资科伸手重伤 但至少能回到乌克兰接手治疗 其他部分同胞残召俄军毒手 乌克兰国防部日前公布截获 一名俄国大兵与母亲的电话 其中大兵详细描述自己亲眼目睹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成员 对乌克兰平民动用酷刑 其中有一种叫做21朵玫瑰 只是把人的十根手指十根嚼致 和硬筋的皮肉 像美国花花瓣一样拨开 藏无人道的虐求手法之外 俄军也对女性俘虏酷心灵虐 乌克兰驻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大使 已经宣布 数十个国家周一要求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召开特别会议 因应俄罗斯在对乌克兰开战期间 疑似遣返人权的行为 在国际社会帮乌克兰讨公道之际 乌克兰民众也坚持自立自强 会自决土地尽一分力 我并不认识在军事 现在在军事上撞了人权 因为这不是很明显 我会觉得 国医中心 众位点报道